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备不死之需 没事的话尽量待在家里观看红野江谷 台风天一起平安度过 昨天美股又大跳水了 我们直接观看三大指数的部分 到穷工业指数 昨天再度大跌500多点跌幅1.25% 昨天的一跌也宣告下方绿色景线再度被跌破 再度面临下方月线防守线 红野把画面放大一点看较清楚 而且昨天几乎收实体黑K 而根据技术分析远离实体黑K 通常未见低点得见更低点交代实体黑K 更下面的话就得关注中期均线防守情况 至于科技股纳斯达克部分 预灾情惨重 跌了654点跌幅3.64% 先前跌破月线多方预阵乏力 再次向下灌杀 一样收实体黑K 而且关键在于再度挑战下方终极均线 至于联动台股更深费成半导体部分 在今年7月上旬还创下历史高点之后 随即变连 就像外面天气一样 前几天还那么炎热 结果台风说来就来 而且还连放了两天假 美国三大指数中通常费半波动较大 涨的时候涨的较多 跌的时候也相对修正较多 昨天跌了5%多一收实体黑K 再度面临下方非常非常关键的红色20周均线 而关键在于20周均线没有守住的话 恐重返空方式 如指引来则代表后续整理时间恐得更久 而我们往前推可以发觉在去年11月 重新站毁之后开启一波非常强劲的上涨行情 虽然中间些微跌破 随即多方反攻再涨一波 所以下方红色二周均线如被空方攻破 未来得更加谨慎与小心 美股市场再度遭遇重大震荡 主要是科技巨头Alphabet和特斯拉发布第二季财报 不如预期导致投资人情绪受挫 Alphabet在搜索和云端业务上表现亮眼 但YouTube广告收入未打标准 令其股价昨天下跌5% 特斯拉同样未打市场预期的获利水准 因汽车销售量下降导致股价重挫12% 这次的事件不仅使得科技股全面走跌修正 也带动市场恐慌情绪 标普白指数和NASDAQ指数分别下跌超过2%和3.64% 这是2022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这样大幅波动使得部分投资人不禁怀疑 今年来由人工智慧驱动的牛市是否已经达到顶峰 随着通膨数据持续走低 市场对联准会将在今年底降息的预期有所增强 美国银行调查显示 多数投资者预期联准会将至少降息两次 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和劳动市场疲软的迹象 这次市场波动提醒我们 虽然科技股在过去几年表现强劲 但任何不利消息都可能引发大幅波动 在现在环境下投资者持续保持谨慎 尤其是在评估科技股长期前景下 需考虑到市场短期高度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接着关注在重要的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部分 红也觉得也挺有趣的 昨天公债殖利率不跌反升 钱只4.26%攀升到4.28% 为什么觉得有趣呢 因为昨天美股大跌照正常理论 大跌恐进一步引发投资人对未来经济担忧 但事实上昨天公债殖利率反倒出现反弹 这或代表投资人并没有非常担心经济衰退 也一再提到公债殖利将维持区间震荡整理 主要上方FED降息压力 以及下方美国经济支撑 接着观察大家比较关心台股部分 台股之前几次遇到国际股市修正刚好休市 看这次运气有没有好 虽然台股休市 但在新加坡挂牌的副死台湾指数期货 简称副台值正常交易 昨天下跌约2% 在走势图部分连续两天没有交易情况下 副台值已领先跌破先前长红相对低点 进一步灌破下方季线防守线 或得更回侧下方半年线 然后一样是昨天几乎收实体黑K 关于台股走势部分 先前不负责任看法提到 第一点得看到融资大幅减少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股市进来修正融资持续减少 但目前融资余额能够高达3000多亿元以上 这代表减幅还不够多 第二个台股出现长下影线 目前也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 第三点外资转连续买超 只有买超一天 所以得密切关注 第四点外资大户先行指标空单转多单 最近一次交易空单回补 但整体依然持有较大空单部位 显示出外资依然对台股持谨慎与保守态度 昨天台股也因为台风价休是一天 昨天影片提到上涨但量缩 恐有量价背离 量在背离容易出现转折 在多头涨升过程出现修正最好办法是价跌量缩 同场代表投资人洗手 一样是下方黄色季线没有手术的话 恐得回撤更下方的二周均线防守线 我们这边看一下观众留言 红野你好 想请问可以出一集解析 目前台股去年18000到现在 已经是主身段结束了吗 还是只是出身段 红野的回复是 我们投资人无需拆头摸底 关注中期均线趋势方向即可 当然重点在非马卖建议 另外还得提醒的是 真的不要行情修正才观看红野影片 容易措施重要讯息 例如红野很常看到观众询问重复问题 如果红野没有回复 通常是一再重复相同问题 红野不予置评 例如也常看到观众询问 为何破中期均线红野没有跑 一再提醒请记得进出有据 红野进场买股票前 综合考量趋势筹码于基本面 并不单看趋势 那如果其他投资人进场单纯参考中期均线 当然是依照原则破现出场 而因为今天台股修饰 我们看一下近期台股表现 看一下类股绩效情况 从这类股表现途中可以发觉 2022年初到2024年7月23日期间 各类股表现其中差异 加权指数在此期间内波动挺大的 历经的32.2%跌幅后反弹了81.1% 当然台股表现实际比81.1%还要更好 因为这数据并没有还原除全息 其中表现最强劲的是 电机机械类强势上涨130几% 其次是AI助攻的电子类强涨了110几% 建材营造类也不错 反弹达到100%左右 但整体来看也得留意短线涨多修正疑虑 相反的塑胶和玻璃陶瓷类表现相对较弱 此外钢铁因为未能跟上市场反弹步伐 回升幅度仅为10% 业内人士指出大陆钢铁产能过剩 造成后果能历历在末 2022年下半年钢价一落千丈 最主要原因就是大陆低价钢厂 外移到亚洲各国 统计数据显示不同行业 在历经市场波动时的表现各异 而表现强劲的类股通常在市场回暖时 能更快回升 而表现疲弱类股可能反弹无力甚至继续下滑 以上现象正是投资界常说的 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对我们投资者来说 在市场震荡时 持续关注那些有稳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类股 而在弱势类股表现不佳时 是当底太弱患强操作以优化投资组合 确保资金在最佳潜力上标的获得更加回报 另外我们持续关注关于ETF定期定额部分 从台湾证交所6月数据来看 最受欢迎的ETF第一名是国泰永续高股息 其交易户数约28万户 领先其他ETF 第二名是元大高股息0056约25.9万户 第三名是元大台湾50 交易户数达到约24.2万户 反映出市场对大户蓝筹股的信心 第五名是群益00919 交易户数约11.6万户 表明投资者对股息策略收益有一定的兴趣 接着关注整体表现部分 在这些ETF基金中 元大台湾50和群益00919表现相对较好 特别是0050一年内约上涨50% 主要受惑于台积电等大型科技公司强劲表现 台积电因全球对AI和先进半导体的需求激增 其股价表现非常亮眼 带动整体指数上涨 此外 台湾相关企业龙头表现不俗 使得0050在市场表现更加突出 相较之下 国泰永续高股息ETF00878表现相对较差 一年内上涨16%多 尽管该基金专注于持续股息的公司 但因距较高金融股越占20% 而近年来台股以科技股表现较佳 所以一年表现相对落后 当然过去经验而言 金融相对电子波动小 修正时的幅度也可能较小 这部分依然见仁见智 接着看一下走势图部分 00878面临际纪线保卫站 或得进一步回撤更下方20周均线 0056走势相似 一样面临际纪线保卫站 或得回撤更下方20周均线 整体来看 面临中期均线保卫站 如果进一步跌破的话 请提高警觉 当然众所周知的是 电脑及周边设备通常是以上相关 ETF重要持股 我们可以留意到 随着指数持续上涨 但在筹码部分 法人偏向逢高获利了结 还有更加不利的是 已经破了20周均线 重返空方式 后续依然偏保守看待 这部分或持续影响相关 ETF未来展望 只能说小心再小心 影片单纯个人仅仅有看法 分享非股票买卖 分析建议投资有风险 且投资人盈亏自负 台股看法部分 外资或持续逢高获利了结 但红也关注重点在 那些外资在指数相对高档 却舍不得杀的股票 或是下坡重要反攻要脚 接着我们持续追踪 昨晚美股主要全值股 先看一下台积电ADR部分 昨天一样几乎收实体黑K 直接灌破下方季线防守线 或得回撤更下方红色20周均线 一样是中期均线没有守住的话 恐整理更久时间 而在微软部分 昨天一样是长黑向下吞噬 面临20周均线保卫战 苹果一样 昨天长黑向下灌破月线防守线 而Google部分进来持续提到 YouTube广告收入不如预期 昨天大跌超过5% 直接出现空方跳空缺口 灌破季线 META也是大跌了5% 空方缺口 几乎收实体黑K 得更小心的是 恐跌破这条红色颈线 上方将形成更大M头形态 当然也提过长线角度 依然看好元宇宙未来发展 接着是电动车大厂特斯拉部分 也是昨天重灾区之一 大跌了12% 持续反弹靠近上方大颈线 未能向上突破 随即迎来获利了解卖压 甚至不佳的销售数据以及财报 持着昨天再度出现大跌 拉回修正 至于回答部分 近来提到下方关键 仅限务必守住 没有守住 一样上方恐形成小头不驱 由以上主要 美国全职股可看出 面临短线涨多震荡 拉回修正 甚至大多亦面临中期均线 保卫在 没有守住的话 恐重返空方式 如此一来 整理时间恐得更久 市场看法部分 国际知名投资公司Venga认为 联准会可能今年最多只会降息一次 因为过早的货币宽松 可能会引发通膨重新上升的风险 而过晚则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宏仪的看法是 市场动态变化难料 股市涨跌也会影响消费信心 如果股市继续修正的话 今年或得降息两次 虽然联准会政策变动 对市场有重要影响 但股市涨跌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大户的态度 投资者应该留意市场是否出现利多不涨 利空不跌情况 这往往是行情反转的信号 如果市场好消息没有正面反应 或者对坏消息没有明显下跌 可能表示市场情绪已经发生变化 整体市场氛围持续以风向改变 目前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现在则是坏消息就是坏消息 未来如果连好消息就是坏消息的话会更麻烦 因此我们投资者应谨慎行事或调整投资组合 以应对可能的市场波动 市场动态不仅取决于经济数据和政策 依然密切关注大户和市场情绪的变化 接着分享今天的主题 迁徙泡沫再现 亚德里研究的报告让我们眼前一亮 说明市场对经济数据和企业财报的敏感度有多高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 他们预测第二季GDP增长和核心PC数据的表现 这两个数据对股市的走向有很大影响 如果这些数据表现符合预期 不仅能巩固市场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信心 还可能促使联准会考虑降息 尽管看空投资者认为市场估值过高 反弹无法持续 而且股市正处于类似网络时代泡沫区域 但亚德尼研究公司不同意这种观点 各位注意看一下这张图表 亚德尼研究显示 标普白指数 资讯科技和通讯服务业 就是图中蓝色走势情况 和预估盈利份额 就是红色走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 自1995年以来 这两个部门的市值占比和 未来盈利份额有显著的波动 特别是在千夕年网络泡沫期间 这两个部门的市值占据急剧上升 就是蓝色部分 但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未来盈利份额没有跟上脚步 这反映了当时市场高度估值和泡沫特征 而在2000年泡沫破例后 这两个部门的市值占比大幅下降 直到了2021年后再度呈现上升趋势 这两个部门近期市值占比再度接近2000年高点 但我们也留意到红线就是未来盈利份额也显著增加 这表明了这次的市场上涨行情更多受到实际盈利的支持 而非是仅仅市场情绪的表现 此外亚德尼也预计未来几年的标普百美股盈利将继续增长 这提醒我们市场不仅仅是数字游戏 而是真实企业的表现 红爷引用科斯托兰尼的名言 股市会摇摆但永不坠落 这句话充满了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 在市场中我们经常看到股市上下波动 有时候会感到恐惧和不安 科斯托兰尼提醒我们短中期波动一数正常 股市长期趋势依然向上 这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途 虽然途中会遇到风雨 但最终持续收看红野频道的观众们 较可能抵达目标 科斯托兰尼也说过 小麦下跌时手中没有小麦的人 上涨时也不会有小麦 这句话意味着在低谷时期 那些缺乏勇气或信心的人 往往错过了最好的投资机会 而当市场上涨时 他们才意识到错失了机会 而对那些有远见和耐心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往往能在低谷时积极布局 因此在上涨时收获丰厚回报 红野一路走来看法始终未变 涨多震荡整理接触正常 美国科技股短短一年时间如此巨大涨幅 在好的基本面 股价走太快也是得等一下主人的脚步 红野依然静静地等待叫加时机 事机布局 其实红野对行情是期待的 红野不喜欢修正 但喜欢修正带来的甜甜价 大家记得系好安全带 科斯托兰尼的观点不仅适用于投资 还可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我们应该坚定信念 相信未来会更好 正如股市一样 人生也有起伏 只要保持乐观和耐心 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这不仅是一种投资哲学 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而更重要的是 大家记得跟紧跟好别掉队了 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价奇愉快 红野勉励各位 财富永远属于积极 乐观与耐心的红粉知己 祝操作顺利